一直以来你们都吃错粉丝了,这样吃才是真正的美味,让人欲罢不能。 1-蒜蓉粉丝蒸扇贝。 用料,扇贝4-5个,龙口粉丝一小把,大蒜12粒左右,小葱一根,小红椒一个,植物油2-3大勺,料酒2大勺,盐,蒸鱼尺油一大勺,鸡精少量。 做法 1-将扇贝1分为2,去掉黑色内脏和沙包,清洗前净,只留贝肉和黄色的扇贝花。 2-小心将贝肉用刀取下,放入小碗中,加入料酒腌制一下去除腥味。 3-再将贝壳里外用刷子刷前净。 2-蒜用压蒜前压蒜蓉。 3-将蒜蓉入碗中,并将小葱切花,红椒切小细丝。 4-将粉丝入热水中泡几分钟至软。 5-将粉丝用筷子卷起来铺在扇贝底部,粉丝上面摆上被肉。 6-锅入油烧热,加入蒜蓉炒香。 7-将蒜蓉炒成蛋黄色后盛在碗中,掉入盐和蒸鱼齿油及鸡精拌匀。 8-将蒜蓉铺在被肉上面,并少淋点炸了蒜蓉的油在上面。 9-将扇贝放在蒸锅中蒸5-6分钟,进锅油烧7-8分热。 10-在蒸好的扇贝上撒点葱花和红椒丝,再淋上热油即可。 2-包菜粉丝。 用料,包菜半个,粉丝,葱,食用油,盐,蚝油,老抽。做法。 1-开水浸泡粉丝,包菜切丝。 2-炒锅倒油放入葱段炒香。 3-放入包菜丝,盐,蚝油,老抽煸炒。 4-粉丝。用手掐成段。 5-放入包菜中。 6-翻炒均匀即可关火。 3-花开富贵虾。 5-用料,虾十只,大蒜一头,粉丝适量,葱适量,红辣椒适量,料酒,盐,糖,醋,蒸鱼豉油,香油适量。 5-做法。 1-虾开杯去虾线,然后用刀背拔虾肉来回剁几下,敲断虾筋。 2-粉丝用热水泡软,然后码到盘子里,再用一坨粉丝绕一圈放在中央。 3-码好虾子,虾头竖住靠在中间那坨粉丝上。 4-打蒜鸭成泥加盐糖香油醋蒸鱼豉油调成个焦料。 5-比例按自己的口味,可以尝一下不断调整。 5-然后把蒜泥汁淋在虾子上。 6-锅中烧热水水开后放入虾子大火蒸个6分钟。 6-因为虾已经开杯,肉很薄很好熟,所以蒸的时间不需要很长。 7-之后虾上撒葱花,虾的间隙装饰红辣椒丁,最后烧热油浇在虾上即可上桌。 4-蒜鸣粉丝蒸娃娃菜。